今天要再做多一點這個對神經網路的擴展 好那我們再稍微就是每次我們上課前我們都先想一下 我們前面三就是前面幾節教什麼啦好不好 第一個反正這個Predution Function跟這個Code Function 基本上已經不用講了嘛 然後剔除下降法做 我們前面三節都不斷練習這件事 那我們後來呢發現這個Predution Function啊 它可以改寫成比較複雜的形式 改成神經網路嘛對不對 那代價是什麼 代價就是參數變得很多 樣本變得很少參數變得很多 然後我們要很小心的去挑選這個模型的複雜度 這樣是不是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這樣很不方便啊對不對 因為我模型要幾個參數我還要特別調對不對 而且我模型複雜度不夠 我又怕這個就是預測出來的結果沒有那麼準對不對 那太多了我又怕這個overfitting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需要一些方法去保證模型很複雜的狀況下 還是要避免這個過度擬核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那個我們上節課 有交代一個東西 雖然說我們上節課主要要解決的是局部極值問題 不過我們發現一個很神奇的事情啊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這個我們用小批量這個 的這個訓練啊對不對 每一次訓練的時候抓一小部分的樣本上來 它似乎也有避免過擬核的效果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為什麼它可以避免過擬核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的 好我們這邊先 因為大家可能都還在這個 還不知道在幹嘛 對不對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小波動的效果就是 有給它 欸小批量的效果就是給它波動嘛 對不對 那給它波動 為什麼它就可以過擬核 避免過擬核啊 因為它沒有辦法 就是對它來講 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就是等於說 對它來講 它的 對它資料對它來講啊 是比較模糊的啊 就是有時候這樣對 有時候這樣對 我們換個講法好了 就是有一些雜訊嘛 這樣可以理解吧 有一些雜訊 這樣可以 所以 從而導致了它沒有辦法過擬核 好不好 這個邏輯這樣子 好那所以我們今天 等一下就是follow這個思路 繼續進行啊 好在follow這個思路之前 我們先來 欸靠原來我是在第一頁 第一頁這樣講 好沒關係啦 這個 我們反正這三大問題 我們一直已經講過了嘛 對不對 我們 我們今天要focus的是過擬核 對不對 啊T度消失 網路不夠深的問題 我們後面一點解決 然後權重出此的話 這個 上節課有大概解決 對不對 但也不是很好 反正我們之後再說 好不好 好 好那這個我們現在要先做一個擴展 在我們進行這些東西開始之前 我們現在的output 神經網路的output 可以用linear regression 直接輸出linear的值 對吧 直接輸出線性預測值 也可以輸出這個 0到1之間的數值 輸出的方式是 但是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值 經過sigmoid的函數 它會 變成 那個0到1之間 那透過0到1之間 我們可以去描述 一個東西它的機率 對吧 那現在有個問題啊 那只是一個 我們現在有線性有 一類 對不對 兩類 二類 二元分類我們可以做 那三元以上我們現在是不是 沒辦法做 好 三元以上有沒有什麼好的做法 我們 我不知道 應該也是不可能想到 什麼好的做法 好不好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我們現在就要交一個 多類別 預測的這個函數 對不對 如果你想得出來 這個 那這個 舉手一下好不好 應該是不會有這種人 好不好 因為這個 我想 paper都沒有了 應該就不會有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啊 這個 就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 到這裡為止 到這裡為止 就是L2 到這裡為止 它都是 可以一直連續堆疊的嘛 對不對 L2完全可以再經過下一個radio 然後變成h2 然後再變成 這個L3 對吧 這個 我們上捷克 最後的那個 深度神經網路的那個函數 它本來就 在這個部分可以一直擴展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了什麼事 現在我們的X 現在我們的X都還非常單純啊 X都還是數值 數值型態對不對 那我們的 我們中間的過程啊 我們把這個MLP 分成 呃 輸入 然後跟中間層 跟輸出層 對不對 我們目前為止都還是 這個 目前為止都還是 這個 目前為止都還是數值 呃 下下捷克我們會擴展到圖像 那 之後還會擴展到文字之類的 那 我們 中間層看起來是一個可連續的結構 對吧 雖然會遇到T度消失 但是可連續的結構 那輸出層 欸這個 輸出層我們現在只學會兩個 我們現在其實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喔 我們現在學到一個 多類別的預測函數 它可以直接把輸出層替代掉 那 以後你在組合你的神經網路的時候啊 你就知道 輸入 當然是根據你的 Data是長什麼樣子 輸入就是什麼嘛 對不對 那你中間層 把它換掉之後 輸出可以用一樣的喔 好這樣 聽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大家現在要把這個神經網路 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組合函數的形式 這個組合函數的形式啊 它任何一個元件 都是可以互相替換的 這樣可以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啊 這個 欸我們在我們繼續說 可以互相替換以前啊 我們來考大家一個事情好了 我們等一下 我們來點個人 我要問什麼問題勒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這個神經網路 它裡面的函數非常自由 它是一個組合函數對不對 可以互相替換 那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這個 這個 我們替換的這個函數啊 它有什麼條件 才可以加入神經網路裡面 來張家綺 就你啦 大家綺 神經網路 中間替換的 函數條件要什麼條件 蛤 為難你了是不是 數學系的 海關如 蛤 欸對啊 你數學系的是有概念對不對 可以微分 為什麼要可以微分 那你講一下 蛤 可以微分才能找到極值 你這樣講也不能算完全錯啦 好不好 但我們找到極值 整個函數 找到極值的方式 是用連鎖率 一路球嘛 對不對 這個 才可以用T度下降法 不然我找不到 我中間只要有 不可微分的部分 我就沒有辦法再球了 對不對 好 啊這個 這個我剛剛 有問這種問題齁 不見得有點到你 主要原因是怎麼樣勒 就是 你要思考一下 如果我問的問題啊 你搞不太清楚 那你就知道說 你沒有完全了解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會遇到非常多 我們 一路上課會遇到非常多 這樣的問題 只要遇到差不多的 我都會用換一個問把問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啦 這個 我們最後這個東西要怎麼輸出咧 好 首先啊 我們現在想一下 我們要的輸出形式是什麼 我們要的輸出形式啊 我這邊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我希望啊 我們本來二類別的時候 二類別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字 就是我輸出一個p 然後它是介於0到1之間 對吧 然後我用0來描述 就是沒有 用1來描述有 這樣子 對吧 那實際上啊 它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擴展 就是p跟e-p 對不對 那這兩個完全相反啊 所以這邊1到0 那如果這個數字越大 它一定就是 第一個類別對吧 如果這個數字越大 它就是第二個類別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接著我們其實 有沒有想到一個事情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它 擴展成這個樣子啊 就是我們這裡有個p 它是0到1之間 那這裡有q 它也是0到1之間 那接著我們再來一個 1-p-q 那這樣子的話 它一定 它就是這兩相相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這樣 這樣子有什麼問題 這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兩個都介於0到1之間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我們可能超過1啊 有 對不對 那這樣這不是有點複數了 所以我們啊 現在想到說 如果現在要有一個多類別的預測函數 大家先 我們在看解答之前 我不管你有沒有預習啦 好不好 大家跟著我的思考 有時候以後你如果啊 根據你的研究需要 你要發展出一個新的函數的時候 你的邏輯是什麼 好不好 你現在需要這個函數有什麼特性 我們想一下這個函數要有什麼特性 我們想一下這個函數要有什麼特性 是不是要有一個特性 這個第一個限制1 限制1 假設 這邊有三個類別 我們就 呃 呃 就來說abc好了 abc 限制1 a加b加c要等於1 好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了吧 這是限制1 好 那限制2是什麼 a大於0 b大於0 c大於0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兩個限制是不是很容易寫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第一個條件滿足 有非常多什麼-50加這個-51 這個也是滿足啦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條件 我們要介於 都要大於0 那大於0 所有數字都要大於1 而且加起來要1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先解決第一個事情 解決第一個事情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怎麼解決 欸 所有的東西出去前 都要產生出一個類似這樣的結構 我們現在aHat 好不好 dHat 加cHat a分之aHat 這樣子可以接受吧 我們的分母 必然是他們三個加起來 不管他們原來是什麼數字 那只要他們三個加起來 然後分支它 這樣子的話 這三個加起來 這三個數字 這樣子的話 等於a 這樣可以接受吧 知道我要寫什麼嗎 然後b 就等於一樣的分母 好這樣子這abc 三者加起來 必然等於1嘛 對不對 這個很容易 這個國中生就可以想出來 對不對 好我們又多了一個條件 來多了一個條件是 每一個數字都大於0 對不對 所以在變成aHat bHat cHat 之前 它要經過什麼條件 什麼樣的函數 可以把 0以下的東西消掉 數學系的 要不要講一下 把數號消掉 你說radio radio有什麼缺點 你剛剛不是才講不可為嗎 你剛剛不是才講說 所有元素要保證可為嗎 所以 那這樣子 要什麼方法 還可以把0以下的消掉 沒有 來張嘉琪給你雪恥的機會啊 來講一下 蛤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平方開根號 嗯這個 平方開根號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好方法 那我們先問為什麼不行好了 答案是不行 對不對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 為什麼平方開根號不好 這個函數有什麼缺點 平方開根號有什麼缺點啊 就是 平方開根號的函數大概長成這個樣子 欸 我要講這樣 應該 應該會長成類似這樣吧 平方 平方 平方開根號 喔不對啊 平方開根號 平方開根號就絕對值 對不對 平方開根號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函數有什麼缺點 來來來來來 這個 我們講很緊 講一下 這函數有什麼缺點 它很漂亮的消掉0啊 而且平方開根號 是一個可為的東西啊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函數有什麼缺點 X等0的地方會有個很特別的點 是不是 你說沒有 沒有斜率 對 它的確有這個缺點 但是 如果只有一個點的話 像reliu 它只有一個點的話 這個可以被定義 我們可以特別定義那個點的斜率是多少 這個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如果只有一個點的話 它是可以解決的啊 如果一整條都 那就沒有辦法 這樣子 好 看看 給你一個機會 這函數有什麼缺點 這函數在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什麼缺點 好 大家都想不出來 沒有關係 我就是讓大家思考啦 那我告訴大家缺點是什麼好不好 缺點是啊 如果你今天想要預測一個數值 你今天想要預測ABC 它是A還B還C對不對 你是不是希望 我們最後是要把它 正規化成 就是三者加起來為1啦 對不對 然後介於0到1之間的數 但是我們在預測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希望 數字越大 就 代表 越是那個 會嘛對不對 這個彈數有什麼缺點 數字越小一點 經過一系列轉換之後 它最後呈現出來的數字也會很大 這樣 懂我的意思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今天如果 我要預測 我現在這個東西是A還B還C 我給A的機率是20 就是20 然後 B的機率是30 C的機率是 這個 不是機率啦 就是C的數值是-49 結果我發現-49是最大的 對吧 其實我是想猜它最小啊 但是-49反正最大 所以函數不能亂設計 函數它要保持什麼特性呢 我們希望啊 它穩定了 就是 數字 隨著越大 它要有這個 有這個就是 要有 我們講這個就是 它要有避靜性啊 好不好 它不可以回頭喔 好不好 右邊的一定要比左邊的大 好啦 我們想了半天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想 我們直接告訴你答案好不好 你們現在想不到的話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因為 你們腦袋裡面的函數不夠多嘛 對不對 指數函數就有這個優點啊 指數函數有什麼 指數函數 來這個 那個 假設說 2的-1萬次方 這是多少 就2的1萬次方分之1嘛 對不對 所以指數函數永遠都不會變0 對不對 只是那個指數很大很大的狀況下 它會這個 它會變成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 它會變成幾乎是0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指數函數是個好東西喔 對不對 欸那以什麼為 這個 多少的指數比較好 蘇格西亞都講一下 多少指數比較好 No idea 欸 你不是剛剛一直有講到微分嗎 我以為你會往微分想 欸 當然啊 當然啊 自然數的指數比較好啊 對不對 因為微分等於自己嘛 對不對 好了沒關係 這個不是數學系的不知道就算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 欸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我們來看後面這裡的答案 欸 現在非常簡單啊 我現在預測出 我現在預測出的原始值 我叫它 A B C 假設它的 我叫A1 B1 C1 這樣可以吧 先經過 先經過 變成 欸 A2 等於 1的A1次方 這樣可以接受嗎 B2 等於 1的 B2次方 C2 等於 1的 C2次方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要做什麼嗎 經過這個轉換之後 是不是全部都變成了 這個 全部都變成正整數 正整數 不是整數 正數 這樣可以吧 正的時數 這樣可以啊 那接著咧 接著我再把它 變成 A 等於 A2 加B2 加C2 分之A2 這樣子這個鐵定就是介於 你到1之間嘛 對不對 並且 A B C 三者加起來 等於1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你看那個函數 它就是這麼做 我先把每一個輸出值 先把它取exponential 分母就是 他們所有exponential的累加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分子咧 分子就是 這個 分子就是 欸 它直接exponential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這一個函數啊 這一個函數的偏倒函數啊 就是下面長那個樣子 好 這個 這個有點難解啦 因為就是它要分成 I等於J跟 I不等於J的時候 狀況啊 好不好 這個部分喔 我們就直接跳過好了 這個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要 大家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啦 我們前面的客人 沒有證明連鎖率怎麼求嘛 對不對 大家只要 我現在 大家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就是 我現在如果給你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我說 要用在神經網路裡面 那只要我可以同時給出它的導函數 那這就沒有問題啦 這就可以用了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不好 不管怎麼求出來都可以 而且只要一求出來之後 它就很方便了 因為 它可以用連鎖率系連成 對吧 好 那我們現在 有了這項工具之後 我們下一個關鍵是什麼 我們有了salt max的函數 去替換我們的輸出層 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需要一個 損失函數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著這一個 偏導函數 它長的有 它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來看著它 看這個 來做一些想像 來做一些想像 有沒有前幾節課好像有講到 感覺有類似的感覺啊 詹琪今天都沒有回答到問題啊 有沒有非常遺憾啊 來 你覺得這個函數看起來 有什麼地方 怪怪的 根據這個怪怪的 我要設計什麼樣的損失函數給他 你覺得這個函數哪裡怪怪的 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這個函數 我說這個倒函數喔 廖君 聽說你想要留校當老師啦 對不對 來 你要不要講一講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你們還記 這個softmaxx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 可以接受吧 那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導函數 又是自己乘以1-自己 自己乘以1-自己 這是一個很討厭的東西對不對 很容易低度消失對吧 所以導函數要有什麼特性 可以 能夠把約分約掉 可以接受嗎 這個跟那個 那個sigmoid output 跟那個 cross entropy 它的那個 是完全一樣的喔 我現在要設計一個損失按數 可以把這個部分給約掉 那可以把這個部分給約掉 我們用 我們稍微想一下 什麼東西的微分 會把東西放到分母 對數對不對 對數的微分 欸 log log 以1為底的啦 就是一站做為底的 x的微分 等於x分之1 好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需要log這個元素 這樣可以啊 怎麼了 你覺得怎麼樣 好像都在搬裝塊是不是 就是 需要什麼就 搞點什麼元素過來 這樣子 好 來 那你之後知道這件事的話 那個問題就很好解決 來 看著 一樣啊 那我們 這個 mlogloss這個函數啊 它就相當於是一個 這個 cross entropy的這個擴展板 對 你看 又是y乘logp 為什麼 你可以想一下 cross entropy不是有這個效果嗎 所以根據它的想法 我們設計出了這個 好不好 來 y乘logp 那這個函數 有 我們在講一次 損失函數不是亂設計喔 損失函數真的 不是說 我們隨便真的 我們就是真的想要log 我們就來log一下 這樣好不好 純戰術除了 要盡量不要讓T度消失 這只是第二個重要的需求 最重要的需求是 我希望啊 舉例來說 以這個式子來講 y跟p y跟p越接近的時候 這個loss是越小 如果你不滿足這個需求 你設計什麼都沒有用啊 這樣懂的意思吧 這才是第一需求 第一需求滿足了 我們才會考慮第二需求 想辦法 讓它 微分之後是 好東西 這樣懂的意思吧 好 那第一需求 看我們滿足 logp p是一個借於0到1之間的數 對不對 所以logp 一定是個負數 對不對 p越小 他就負的越誇張 負現大 對不對 p越接近0 他就負現大 因為我給了個負號 所以負露個p 是不是 p只要越接近0 他就越大 p只要越接近1 他就越小 那什麼時候 我可以允許他接近0 y等於0的時候 反正那整項乘起來是0 對不對 什麼時候我希望他越小越好 y等於1的時候 那是不是就滿足我的想法 y等於1的時候 p越接近1越好 y等於0的時候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但是有其他地方會限制他 這樣知道了吧 因為 就這一項就不看了 就其他項去限制他 那這樣還有一個好處 也就是 當 他這兩者 這兩者 對應到的時候 他才會求為分啊 所以說前面這裡 所以 i不等於j的時候 這一項其實用不到啊 所以我們完全只會用到上面這一項啊 好 那這樣的狀況下 他 偏倒函數 求出來的結果 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夠夠關進了吧 這個 也非常好求啊 我們不是要對p球為分嗎 y是常數項嘛 對不對 這個非常簡單啊 就把 我剛剛不是說 logX的微分等於x分之1嗎 對不對 非常簡單 那現在這樣我們就變成這樣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的 solvemax跟 mlogloss 他兩個 偏倒函數 把它合併 兩個偏倒函數合併 沒有什麼難 就是把它相成而已 沒有這麼難 好不好 來 相成的結果 好一路往下 這個我們就只是把這個 欸你看 這個 這個loss 它是不是這個 這個元素 對吧 可以接受嗎 然後這個元素它有兩項啊 因為它有這個 有這個 1-p跟這個 0-p的部分嘛 對不對 好一路往下 這邊 微分之後 這個下面這些運算 都是簡單運算 我就不重複了 好不好 總之你發現什麼 最後偏倒函數出來的結果 欸是不是跟 cross entropy 和sigmoid的函數的組合一模一樣 最後又是p-y啦 真是方便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啦 我們今天如果遇到多類別的 預測 我們需要用到softmax跟mlogloss 這樣的損失函數組合 損失函數跟預測函數的組合 這樣可以嗎 好啦 我跟大家講啊 就是前面這一系列的 這些 邏輯的推導啊 是要幫助大家 如果在未來啊 你遇到了更奇怪的輸出 我們這邊給大家考個例子啊 舉例來說 你們有沒有辦法想像 如果今天要預測 123 然後他不是互相獨立的類別 而是有連續性的 等級1 等級2 等級3 有連續性的 那這樣子你的損失函數 要寫人什麼樣子呢 有人寫得出來的話 那個 不管寫人什麼樣子啦 好不好 寄到我信箱 那個 我們好好幫你看一看 好不好 我們會給一些思納的鼓勵啦 好 那總之 總之這個 你現在就知道啦 如果我們要做多類別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Softmax加上Mlogloss的組合 對不對 人家已經推導好了 而且非常好用的地方是 我只要把輸出層替換掉就好了 對不對 中間層跟輸入層 這個都不用管 對吧 所以他很好用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啦 如果你現在已經知道 Mlogloss 跟Softmax要怎麼去處理的話 現在在這裡 在這裡有個練習 練習的數據你要怎麼叫出來咧 DATA IS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我們要用 現在要用這三個類別 這三 這四個數字 然後去預測花的類別 這個花的類別 如果你打table 好 他總共有三種花的類別 各五十個 這個數據是各五十個嘛 好 各五十個 所以就是這三種花了好不好 然後我們要用他的花瓣長度 花瓣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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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進行預測 那我們要怎麼寫咧 一樣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 舊的這個 舊的這個 舊的這個函數啊 是 我們要 我們先把X跟Y定義出來 他的X跟Y必須長成這樣喔 大家看一下 X就是 X就是一百五十個 一百五十乘以四的矩陣嘛 對不對 數值矩陣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Y長成什麼樣子欸 來 Y注意一下啊 Y必須長成這個樣子喔 如果他前面五十個是第一個類別對不對 所以是100 這種 Softmax出來的 我才希望他是100嘛 對不對 我希望 他如果預測第一個類別 輸出是100 如果他輸出是第二個類別咧 我希望是010 這樣懂用意思嗎 輸出第三個類別我希望是001 這是我希望的輸出格式 可以接受吧 好 有了這樣子了 之後咧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這裡有一大串 當初使用 這一大串是幹嘛的 欸 當初使用二類別的回歸的時候 使用這樣的一個函數 對吧 好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要改哪裡啦 好不好 來 Forward 這個 S function 欸 S function 要改成 Softmax function 對吧 先偷偷看我後面的答案有沒有給 function 啊 欸 沒有喔 靠那要自己寫喔 好吧 那 欸 那這一題 那這個我們就給大家稍微練習一下就好了 不適宜這個太久 因為寫出來的機會不是很高 好不好 看大家狀況寫出來的機會不是很高 跟大家講現在要怎麼改啊 S function 要改 Softmax function 因為 Output 不一樣 對吧 好 接下來第二個要改的地方是什麼 Cross Entropy 要改成 Enroglos 對吧 這個應該都不會太難寫 好 接著 Gradient O 跟 Gradient S 他們兩個最好要合併 欸 Gradient O 跟 Gradient S 本來是 Gradient O 求到之後 再把 Gradient S 求到嘛 對不對 來 首先先求 Gradient O 然後再過 Gradient S 現在 Gradient O 可能就直接 這兩個函數合併 因為它比較簡單 它變成就是 P 減 Y 嘛 對不對 它就變 P 減 Y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只要改這裡 改這裡 然後這裡 這裡 然後這裡 這兩個函數要合併 對不對 然後下來 Forward 到 Loss 以前 到 Loss 以前 通通都要改 就是 Current O 從 S 變成了 Soft Max 對吧 然後 損失函數 C 變成 Cross Entropy 變成 Enroglos 剩下的東西完全一樣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給大家 稍微練習一下 你可以直接看答案啦 好不好 好 剛剛大家 我到大家改 Soft Max Function 的時候 幾乎所有人都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 來 現在有一個 現在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我們先把它寫下來 這個 Sigmoid的函數 它如果輸入 100 欸 怎麼那麼 欸 怎麼怎麼那麼不給 不給面子啊 喔 EPS 還沒宣告 好 對 好 100 1000就是這個 1嘛 對不對 那負1000就是0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幾乎 因為 Sigmoid的函數啊 它是對每一個元素都進行處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寫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可是 Soft Max 函數 幾乎所有人都把它寫成這個樣子啊 就是 欸這個 x 大家都寫成這個 照上面寫啊 exp x 除以 sun exp x 好 這樣子寫 這樣子寫 有什麼問題咧 如果我們今天 只輸入一個數字 它沒有辦法做 因為它至少要輸入兩個以上的數字嘛 對不對 好 然後 1 2 3 好 出現了 這幾率加起來百分之百對不對 好 再4 好 這樣都沒有問題 這擴展性很好 可是它有什麼缺點呢 它的缺點是 欸這樣的一個函數啊 如果你給的是一個矩陣 x matrix 它等於 好 1到 9 然後 3 這x matrix現在長這樣 好 你直接把 你直接把這個函數 把x matrix放進去 它變成這9個數字加起來百分之百 這不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希望是 每一個sample 每一個sample 也就是每一個raw 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正確的答案在後面 這函數什麼意思咧 我對這一個大矩陣 1就是這個apply這個函數啊 就是我對這個raw 或對colon來做這個運算 1的話就是對raw進去運算 我現在這個softmax 好 把s function給了softmax function 好 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加起來都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接受 每一行加起來都百分之百喔 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剛好 數字都完全一樣 因為它是指數 它指數化了嗎 對不對 它指數化的時候 這三個數字各差多少 各差3對不對 所以說它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那這個 大家知道softmax函數 你必須改成 這個樣子 才有辦法運行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你第一個 你需要改的地方在這裡 它第二個你要改的地方 那就是你把那個 cross entropy改mlog loss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我們改這裡 改mlog loss之後 我們來往下看 你看 這個backward 我剛剛已經說了 你把o的 function 跟s的 function 合併會比較好 簡單一點 因為它合併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o-y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先把它合併 那接著咧 接著我們是不是就要 把這個 forward跟backward都寫好 forward跟backward怎麼寫呢 來這裡 只要改這裡就好了 好 這樣 這樣是不是改完了 它是不是很簡單 好 接著 在那個 反向傳播的時候 我們本來這裡兩行 對不對 把它改成 把兩行合併成一行 就這個樣子 好 這樣就結束了喔 這樣結束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問題是 欸 我們啊 我們 畫圖的時候 我們這樣子就已經解決了 好不好 我們 這一個就是我們要的函數喔 我已經把它全部都改完了 這個函數跟後面是一模一樣的 好 我現在按sauce 現在這個 DEEP MLP Trainer 我們現在來改來看看 我們現在的這個就是 這個函數要怎麼用好不好 好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predict的MLP 好 我們現在來把這樣的一個sample 把data分成 training的X跟test的X 這個 這個非常的必要 對不對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了 我們sample必須拆兩半 這樣可以嗎 如果不拆兩半的話 就一定會有那個overfitting的狀況嘛 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拆成兩半 好 接著先訓練取得權重 欸 喔 我還需要把這個X改成X matrix 好啦好啦 那我就直接把它貼過來好了 應該是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也要改 我在這裡有改的話 我在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X的輸入這裡也要改 Number of rawX加1這裡 這裡全部都要改 好 這裡 這裡我就 我就直接複製貼上好了 避免這個 這個 改東改西沒有改好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按sauce 好 看到了嗎 這是他loss的軌跡 他得到的權重在這裡 有四組權重對不對 首先這四個先乘以一個 4乘以10的矩陣 前面為什麼多了5 5乘以10的矩陣 因為多了一個拮据項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5乘以10的矩陣乘過去之後 是不是變10個數字 再乘以一個11乘以10的矩陣 為什麼 因為再多一個拮据項 這樣可以嗎 然後再一個11乘以10的矩陣 最後是11乘以3的矩陣 輸出三個機率嘛 對不對 輸出三個機率之後 這個Wlist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預測啦 好 這樣子我們就得到PredictY 這個PredictY就是 對於第一個樣本來講 它的 它是1然後 6.4乘以10的-9次方 8.1乘以10的-34次方 所以它幾乎就是第一個類別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可以利用 MaxCullen這個函數啊得到 它是第幾個類別 這樣可以接受吧 第一個類別後第二個類別後第三個類別 然後Runtable 好 看到了嗎 它的準確度蠻高的對不對 幾乎是 就是 幾乎是這個 就是 真實的答案是什麼 這個 我預測的答案 總共只錯了4個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這一個 這個 MLP 然後對這個SOMAX性擴展 這個其實 並沒有改掉很多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這個 我們現在啊 來接著進行 下一個小結 我們已經知道 過度擬核問題 為什麼在桑捷克 桑捷克 我們用小批量的樣本 可以解決過度擬核問題 我們已經知道 因為小批量會帶給一些 損失函數的波動 對不對 那這個波動 相當於是某種雜訊 這樣懂我意思嗎 相當於某種雜訊 讓他沒辦法學得這麼好 因為當他試圖去畫出那個 Y7扭8的邊界的時候 他會發現雜訊很多 他沒有辦法這樣畫 所以他只好畫一個 比較rough的邊界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要怎麼樣 如果 那我們就知道一件事啊 增加雜訊 是可以 讓我們 避免我們過度擬核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增加雜訊 要怎麼做 那我們要怎麼在我們的Sample上 訓練的時候 增加雜訊呢 好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我們實際上 手上擁有的Sample 理論上就是一堆 X對Y的組合 對不對 他是一個配合一個配合的 一個X X1 就對到一個Y1 X2 就對到一個Y2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可以嗎 那根據我們現在 所學到的 我們的Y 被限制成 只有 要嘛是一個連續數值 副線大到正無線大 要嘛就是一個0或1 要嘛就是一個多類別的 那就是 100 010或 001 對吧 就是多類別 那個 或者0到1 或者是這個 線性 這是我們目前的 這個Y 選項會這些東西 那我們的X咧 我們X目前就是連續數值嘛 對不對 還沒有什麼變化 好 我們現在先想一件事情 我們好 容不容易對Y加雜訊 欸 也沒有什麼不行啦 對不對 就來說 如果我們線性預測 就像說我現在說 科幣槽185公分高 對不對 我會故意 模擬一下這個 測量物差 把它變183 或187 這應該還好嘛 對不對 這個可以接受吧 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所以我們 那可是問題是如果是類別變相 類別變相 它不是借於0到 0或1嗎 0或1 我們可以給他雜訊嗎 欸 我們可不可以給他0.9 這個數字 我們可不可以給他0.9 為什麼不行 楊小君你為什麼覺得不行 他就是0或1 那0.9會發生什麼事 可以跟你們講啊 不是不行啊 可是 沒有很恰當 為什麼 福布信你去看一下 那個Crossensor比 如果那個Y啊 他如果 被限制成不是0跟1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有點麻煩了 這個回分之後的函數啊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給你做很好的約分啊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給你做很好的約分啊 好不好 因為他就是 而且這樣子的話 這個 對於那個P來講 他其實最好的極值 不會在 比如說你設0.9 跟這個 0.9跟 0.1好了 你的 他的極值不會在0.9跟0.16 他不是越接近0.9 和越接近0.1 越好的 他的極值會跑掉 所以其實Crossensor比 如果要做二類別或多類別 其實他不太適合把0跟1改掉 我們會有一定很小的機率 把1改0 然後 把很小的機率把0改1 類似這種方式做擴增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那 可是啊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Y鞋子不太好做擴增 這個時候做擴增 看起來真的是增加他的 就是不準的程度 對吧 可是X就不一樣囉 X可不可以很好 X可不可以做擴增啊 X很好做擴增喔 我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 我看一下我後面 X為什麼很好做擴增 X啦 第一個 假設他是圖像的話 假設他是一張圖像 你不管怎麼旋轉 怎麼反面 看起來都是同張圖嘛 對不對 至少你人看起來都沒有問題 就算意思其實沒有跑掉 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 這個 X啦 因為他是連 他保證的幾乎都是連續變相 好 當然你現在還不知道 這個X如果是 這個 這個 如果是圖像 或者是文字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但目前為止 我們的X啦 其實是非常好做擴增的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只要 給他一些Noise 那這樣理論上就可以不錯了 對不對 只是我們要給多少Noise 可以 好 所以大家知道的就是 資料擴增的技術 鐵一定是會增加Performance 增加Performance的邏輯 是因為我避免了過度擬合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避免了過度擬合 增加 做了資料擴增 那 大部分的資料擴增 都是對X做 為什麼不對Y做 因為對Y做 對Y做 其實樣本沒有增加 只是讓他變得比較不準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懂我意思嗎 只是有時候這一張圖 他明明就百分之百肯定他是狗啊 為什麼你就是要有5%的機率 讓他看成貓咧 對不對 大家懂我意思吧 可是如果你把圖像做一個 翻轉 水平翻轉 欸狗還是狗啊 可是電腦看起來真的就是不一樣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從X的角度 來做這個 Data Augmentation 它其實是比較好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在我們的 這個 model 我們的現在這一包大函數裡面 增加雜訊 非常的簡單啊 我們在這裡 多給他一個 參數叫 sd augmentation 0 好看我直接加下面喔 就這樣子而已喔 沒有動到什麼東西吧 對不對 好這個東西 我把它加完了以後 我就在 喔這是原始的函數 我把它複製下來好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sdsegmentation在哪裡 好在這裡 本來的X matrix 本來的X matrix 是原始數值嘛對不對 新的 new X matrix 它等於 我增加一個隨機的雜訊 從標準X等於 sd augmentation 這個分部裡面去抽 平均數為0 標準X為這個 你設的 所以這個數字 設0的話 相當於沒有隨機 沒有做augmentation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數字設的越大 代表 給的雜訊越多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是不是變成一個 可以調參數的東西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函數給他 複製一下 喔為什麼要用二類別 是因為他的圖像 看起來比較好看 我們來試一下 好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 呃 這樣的一份資料 欸理論上我們應該算出來 我們應該算出來是一個圓嗎 因為他是兩個平方對吧 兩個平方我們的圓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答案 喔再一次好了再一次 好大家看 他的 training accuracy 是 81% test accuracy 是74% 這樣的狀況下 他的這個 這個是 沒有任何augmentation的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把0 0.1看一下 欸有沒有注意到 欸這個 這個 跟上個比到底是 上升了一點點 為什麼上升了一點點 因為他 他畫的這個線 你看他紅色畫的部分喔 他有沒有比較稍微 他這個 0的時候是不是稍微 比較銳利一點 你可以看出 比較銳利的邊界 可是你給他 0.1的這個之後 他這個 他這個邊界 他就變得比較圓了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0.3的時候效果更好嗎 那我們來試試看0.3啊 欸 反而變差了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來 training accuracy 在 0變0.1的時候 他是沒有下降的 對不對 那這個 test accuracy 上升了 這是因為 避免過度擬核 可是你在給他 雜訊的時候 你付出的代價 是 training accuracy 有可能會下降 對不對 大家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喔 這個model再怎麼神奇喔 他頂多就是在 讓我們在 額外的 這個樣本 就是 test set 或者是 它的performance 跟training set 一樣高而已 他再怎麼樣 百分之百 沒有過擬核 也就是他沒有特別的技巧 古提 對不對 但絕對不可能發生 這個 test set 的performance 比training set 還要更高 對不對 那所以說 過度的 augmentation 他反而會 如果你讓他 危害到了 training accuracy 這樣子的話 就不好了喔 好不好 所以過度擬核 的這個 參數的設定 不是越多越好 好不好 我們要仔細的觀察 我們盡可能 不要讓他的 training accuracy 下降 或者是 如果他的training accuracy 跟test accuracy 已經非常接近了 我們就不要再增強 過度擬核 方向的調整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調參數的時候 不要亂調啊 這邊再講 以後如果你在調參數的時候 你發現training accuracy 跟test accuracy 差不多 拜託你不要再調過擬核了 那只會越來越差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練習二 這個練習二啊 這個 我們 現在 到目前為止 遇到的 樣本 都是類別平衡的樣本 那我們現在來 練習一下 面對 類別不平衡的樣本 我們來看一下問題是什麼 好 你發現了什麼 因為藍色的點很少 紅色的點很多對不對 所以他accuracy高達 94% 這94%的accuracy算高嗎 欸可是你注意到什麼事情 藍色的點中間有對不對 他根本就完全忽略中間啊 那這樣子他其實就是 畫一大塊區區說 這邊全部都是紅色 對不對這樣這樣準啊 這樣不好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勒 欸我們來看cross table 如果你看cross table的結果 你會看 在training的準確度勒 來看著喔 還是有一定的準確度的喔 對不對尤其在這裡 那test呢 test的是長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就非常差了 好我們現在來用敏感度跟特異度 來進行計算好了 這一個y的 training的特異度是多少 170 18分之1 179對不對 非常高 接近百分之百 可以接受嗎 敏感度是多少 20分之8 可以接受嗎 20個裡面有8個要判對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test呢 百分之百的特異度 那敏感度是多少 敏感度是 13分之3 有夠低的 對不對 所以說阿 其實 你會發現這件事 它的accuracy看起來都很高 可是問題是 我們想解 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 我們希望阿 我們要做預測的話 是敏感度跟特異度都高比較好 好啦我們這邊來問一下問題啦 好不好 呃我看蔡仁漢好啦 蔡仁漢你知道敏感度是什麼 不要只點頭阿 你要講阿 對不對 思考一下 蔡仁漢笑那麼開心幹什麼 來你講 有病的就是true 有病的人 就是case組裡面 真的是被AI判斷成case的人對不對 好我們把這個有病 我們把他想成這個true 就是在grunt choice的時候 他是1 或者grunt choice是0阿 好不好 grunt choice是1的裡面 被AI標記為positive的 好不好這樣可以吧 我們這樣定義比較嚴謹 好那我問你阿 用accuracy有什麼缺點 為什麼我要改用敏感度特異度 蛤 這跟過度擬合有什麼關係 來張家綺 給你一個機會 你說什麼 你說你上個禮拜開始 蛤你說什麼 蛤你說什麼 特異度 喔你說敏感度 如果我剛剛問你敏感度跟特異度是什麼 你就會 可是問題是 這個題目太難了 為什麼要用敏感度 為什麼要用特異度太難 是不是 數學系的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敏感度跟特異度是 為什麼我有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用敏感度特異度 欸你知道你看那個 我們現在在檢測那個COVID-19 大家來講敏感度特異度阿 誰跟你講accuracy了 為什麼 不知道 你覺得數學上沒什麼不同 欸王建元 這題你應該會吧 為什麼 為什麼檢測COVID-19 是用敏感度特異度 不是有accuracy 蛤 欸數學系你自己講就好啦 灌如你 你幹嘛 你幹嘛自己不講 然後指導同學講咧 好啦我們來講一下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阿這個 如果 我們現在如果要標記阿這個 我們現在 在場 這個假設我們現在要預測阿 這個 這間房間裡面的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未來會不會禿頭 未來會不會禿頭這件事阿 好不好 那你說我要 我要怎麼預測 我覺得預測都不會就好 對不對 禿頭是罕見事件嘛 對不對 以後有人禿頭 這邊頂多給我錯一個吧 對不對 還現在還看不出來 到底是錯哪裡欸 對不對 那你說我的預測邏輯是什麼 我沒有任何預測邏輯對不對 我預測邏輯就是 因為禿頭比較 因為禿頭是罕見事件 所以我預測 所有人都不禿頭 就這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有什麼缺點 這樣等於沒有預測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對禿頭 那如果我用敏感 我的accuracy是多少 這邊有12345678901112 12個人 我的accuracy大約介於12到 12分之11.5到12之間 對吧 你看我的accuracy這麼高 可是我的靈感度是多少 0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檢查出任何一個禿頭的人 所有禿頭的人都不會被我找到 對吧 所以我不知道這邊是誰啦 好不好 那如果是這個 這個 特異度呢 特異度是百分之百 所以敏感度跟特異度啊 加起來如果是 百分之五十 就平均起來如果是百分之五十的話 代表你的檢測 策略是有問題 一等於沒有做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啊我們現在啊 必須要重新換一個指標 當你遇到 那我問一下 類別平衡的時候 我用敏感度跟特異度可不可以 聽起來 特異度跟敏感度是 在類別不平衡的時候用的 對不對 那類別平衡的時候 可不可以有accuracy啊 我看到你剛剛有請益 大師兄啊 對不對 來 那我現在問你這個問題啊 聽起來 敏感度跟特異度 是用在類別不平衡的時候用的 對不對 那類別平衡的時候 case跟control一樣多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敏感度特異度 還是要用accuracy 蛤 什麼輪流 你說不能用敏感度特異度 那什麼時候叫平衡啊 下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時候叫平衡 平衡到什麼 一比幾的時候叫平衡 太難了 想不到 廖君笑得那麼開心幹什麼 來 我跟你講 類別平衡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敏感度特異度 感覺不太行 你們都說感覺不太行 那你要告訴我 那什麼時候叫平衡 什麼時候不平衡啊 一比多少算平衡 這個是個藝術 不能講 什麼時候數字比較好看 我就用什麼 這樣嗎 欸跟大家講一下 欸這個 如果你仔細想的話 你就會發現當類別完全平衡的時候 accuracy 不是就剛好等於 敏感度跟特異度的平均嗎 可以嗎 當類別完全平衡的時候 當類別完全平衡的時候 accuracy 就等於 完全等於敏感度跟特異度的平均啊 可以接受嗎 大家聽 大家聽我講這句話 有覺得有問題嗎 當類別完全平衡的時候 假如說這裡是 A 這裡是B 完全平衡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完全平衡 A等於B喔 所以我這邊直接把B改A了 好不好 這裡是A 然後這個是positive 這是negative嘛 對不對 好這一個 我們把它當做是 PA 好不好 它正確的幾率是P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裡我們改一改的QA 敏感度是P 特異度是Q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在這裡咧 1-Q A 1-P A 對不對 敏感度是A 特異度是Q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敏感度跟特異度的平均 這邊就等於P 加Q 除以2 這是敏感度跟特異度的平均 我們給它一個新名字 Balance Accuracy Balance Accuracy 它呢 這時候 準確度是多少 準確度就是總樣本 總樣本是多少 這樣看比較快 兩個A嘛 對不對 總樣本是2A 可以接受吧 那 答對有多少 PA加QA 對不對 那把兩個A 欸 不是可以約分嗎 欸 怎麼又有2分之 P加Q了 所以 大家注意到什麼事情 敏感 當類別 完全平衡的時候 敏感度跟特異度的平均 這是完全等於Accuracy 對不對 可以嗎 你們有發現這件事情了嗎 所以可不可以用敏感度和特異度 當然是可以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你們知道為什麼叫Balance Accuracy 對嗎 因為它是把敏感 其實 你如果發現 如果這裡的A啊 它如果是一個B的話 AB類別不平衡的話 其實這個Accuracy啊 就等於 我們把A把它放來這裡 等於A加B 然後這裡就是PA 很像QB 對吧 可以接受吧 B如果越大 B如果越大 也就是類別越不平衡 是不是相當於 Q的權重越大 特異度的權重越大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仔細看這些式子的話 你會發現 Accuracy 其實就是 weight的 敏感 就是 有一個權重去加權的 敏感度跟特異度的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嗎 Accuracy其實就是 對樣本數加權的敏感度跟特異度的平均 平均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知道 為什麼敏感度跟特異度相加出以後 等於叫Balance Accuracy了吧 我強迫他Balance 強迫他權重一樣大 所以這叫Balance Accuracy 這樣知道吧 那 原則上 我們因為 Accuracy 有 剛剛講那個問題 就是 在 在大部分 在 類別不平衡的時候 有時候我不做任何預測 我的Accuracy就非常非常高了 可是這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候看的是Balance Accuracy 而且他幾乎沒有缺點 對 他幾乎沒有什麼缺點啊 反正 類別平均的時候 用他等於用 Accuracy 不是嗎 對阿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所以阿 我們現在來 讓你做一下這個時間 讓你稍微 runrun阿好不好 然後我們不要花太久的時間 我們大概3點10分的時候來檢討好不好 好我們 這一個 part的關鍵阿 其實 主要 就是希望阿 你想到這個 oversampling這個方法 這 oversampling是什麼方法 就是我們 現在已經 呃 我們至少 從上節課的觀念 我們已經知道說 我們每一次訓練 訓練 神經網路的時候 就是T度下量化 在更新T度的時候 他不見得要使用所有的樣本 對吧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小 小樣本上來對吧 那既然你可以使用一個 subsample 這個subsample的題目比例 我們是不是可以調整 我們怎麼調整咧 我們可以 大家想一下 我們為什麼 神經網路在學習的時候 如果有10個樣本 這10個樣本給的T度 是不是 各給1.10分之1的T度 可以接錯嗎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我們是用Full Sample呢 如果我們是用Full Sample的話 我們有200個樣本 那這200個樣本裡面有10個Cas 190個Ctrl 那因為每個樣本 給的T度都是1% 對吧 那這樣子 正樣本給到的T度比例 是不是就只有1.20分之1 比起Ctrl 有2.19分之1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咧 增加正樣本的權重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對不對 為什麼要增加正樣本的權重 因為我們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最後希望Balance Accuracy高 注意一件事喔 如果你希望是Accuracy高的話 請你不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Accuracy就是對於 原始樣本的比例來做加權 這樣這樣 如果你希望是Balance Accuracy高 你才可以用Oversampling這個方法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首先你要先把原始的 你要先把你的答 就是你 考古題的分布 改成 這個樣本的分布 這個你希望要指標的分布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希望指標是希望 1比1 那請你在抽樣本上 你請你在訓練的時候 就要給他1比1的權重 如果你今天 設計一個指標 叫做 浩君和Cross 想說是1比3 前提抽樣本上來的時候 就1比3 抽超過了 一樣對準確度有害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 Oversampling 我問大家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Oversampling 它有沒有全等加於 加權 樣本 也就是說 我現在在算T度的時候 我本來不是全部一起平均嗎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本來是全部一起平均 或累加起來對不對 Oversampling 有沒有全等價於 這個 全等價於這個 就是 就是 把樣本權重增加 我換個講法好了 舉例來說 我現在 我現在 抽一個 我現在假設我有200個Sample好了 假設我有200個Sample 那 呃 呃 我有 我有20個 20個Case 然後跟 Control Control 就是沒有疾病的人 就是有疾病的人 我180個 我如果先把這20個 複製 我Oversampling就是 不斷複製嘛 對不對 複製到乘以9 變180個 然後我拿360個樣本 一起去做T度下降法 這樣有沒有完全相等於 我當初在算T度的時候 把20個 這20個樣本我就直接乘以9 的T度 9倍的T度 有沒有完全等於 有沒有完全等於數學系的 有沒有完全等於數學系的 有嗎 數學系的點頭啦 來那個 大家請 有 有嗎 好真的嗎 有喔 真的喔 欸那 我問一下 那如果 那問題是我們不是用全樣等 我們是用SanSample 不是嗎 那SanSample的時候會全等於嗎 來數學系再給一個代表性的意見 從 從 我們換個講法 我再講一次喔 剛剛講說 200 變 360 本來是現在我們標準是360嘛 對不對 180跟180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 完全等於 全錄200都抽起來 但是給他9倍的全只有 這個完全等於 這個我也同意啊 數學系講說是完全一樣 我也同意完全一樣 可是我問一下 為什麼要問一下 如果今天 我訓練的時候不是用Fore Sample 因為我們已經證明了Fore Sample不好 對不對 SanSample比較好 我要從裡面抽 呃 主要說抽20個樣本 我抽這20個樣本 他有 他 我到底要從這個380裡面抽這20 然後每一個樣本機率 一樣 這樣比較好 還是 我從這200裡面抽20 但是我只要抽到Case 我就給9倍的 全中 來 哪一個比較好 或者不要講哪一個比較好 有沒有全等於啊 數學系有沒有全等於 欸沒有 來 那個 大家請覺得來 數學系的說沒有 我再講一次 剛剛命題喔 欸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來再講一次 我們剛剛已經充分說明了 我們在算T度的時候 欸剛剛他講這個我非常同意啊 好不好 就是我一次用200個 欸 20加 20乘9加 180 他完全等於 180 加18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現在要做sup sample 我從這個20 我的20 從這裡抽 這裡抽就是200 取20 但是如果遇到 遇到Case weight 等於9 這樣可以接受嗎 剩下等於1 那或者是 360 抽20 這兩個有沒有完全等 數學系的說沒有 那張拉奇你覺得有還沒有 你也覺得沒有 那為什麼 我相信數學系 這樣嗎 我相信數學系的嗎 看他你覺得 兩者好像等 不行 沒有 那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左邊比較好 還右比較好 欸不是 這個 左邊這兩個都完全一樣 對不對 可是摩 sample不好 右邊比較好對不對 那右邊的上面比較好 還下面比較好 上面比較好 你覺得下面比較好 那來我們舉手 舉手舉手 我搭到舉手 來覺得 上面比較好的舉手 覺得下面比較好的舉手 輪生的意見啊 你這麼重要 你覺得下面比較好 可是有時候不能 有時候不能用下面 為什麼不能用下面 那抽 我覺得反正各時格不行 說 類比也比較 多的 好來來來來 我 欸剛剛我 我有點忘記大家怎麼舉手 好不好 我只知道各一半 雖然系人已經舉手了 我想一半 你覺得下面比較好 為什麼 你要不要給大家一個解釋 一個數學上的解釋 或者我們先講為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好解釋 不一樣在哪裡 蛤?下面比較多不一樣的正樣本 上面是不是一樣的正樣本 下面不一樣的正樣本 一樣多啊 一樣多 正樣本還是這20個啊 我只是把它撐9倍 我們還沒有交到 x-augmentation x-augmentation不算 還是下面比較好 我們平常聽講下面比較好 好不好 但為什麼下面比較好 好我跟你講 你們解釋不出來 我要解釋給你們聽 你們聽看有沒有道理 好不好 為什麼呢 來 你仔細想一個事情 上面跟下面 其實這兩者是玩偏等價的 我們都懂 對不對 那這兩者換到這裡 為什麼不等價 主要是因為權重 這個主要是因為便利的問題 上面的便利大 還是下面的便利大 你們覺得 下面的便利大 對不對 為什麼上面的便利小 因為你只要抽到一個case 你馬上就決定了好多東西了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上面的缺點 就是 你只要不小心抽到一個case 如果你今天 第一個bench 你的第一個bench 他抽到了兩個case 然後18個control 那這兩個case相當於是 18個樣本 對吧 每個要成9倍 所以第一個bench 相當於36個樣本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第二個bench 你把你抽了20個通告 negative sample 然後 所以上面有什麼缺點 第一個 學習率在亂飄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學習率在亂飄 學習率亂飄是件好事嗎 不是 我非常確定不是件好事 對不對 還有什麼缺點 但 你上面啊 你只要不小心抽到case 因為連續9個都是對不對 你在同個bench裡面 你知道 我們 我們都希望這個 我們不是很 如果我們今天那個樣本倍數是1000倍 如果我們今天的樣本倍數是1000倍 你抽一個上來 是不是就相當於你有一千個 你是不是相當於那個 假如你現在一次只抽20個sample 然後你的樣本倍數是1000倍 你大部分的時候你的權重都是20 你抽一個上來 欸這個整個 它相當於只有一個樣本 對吧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乍看之下 給權重完全等價於over sample 對不對 實際上呢 完全不一樣 這樣知道嗎 實際上因為有了mini bench 所以說啊 這個 上面那個會造成T度非常大 不一樣 而且 它的便利到底是大還是小的 欸如果你從 如果你從這個 給T度的角度 它的便利超大 因為它T度忽大忽小忽大忽小 對不對 可是你從總組合數的角度來看 它的便利比較小 總組合數少 便利又大 組合數少 聽得懂 為什麼嗎 因為 在下面 在上面啊 在上面你能夠抽到 你有可能 你幾乎不可能抽到 一半test 一半conf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它 總組合數啊 總組合數 大部分都集中在 其實有在抽那些組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下面呢 下面都不一樣啊 下面你的總組合數是多的喔 好不好 比如說你這邊做實驗 你趕快抽到一百 一百次 一百次 你會發現上面 就是 上面啊 對不對 它在 它就是 你要把那個九倍算進去 它是 大部分的狀況下 它的便利是小 然後下面是多的 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換個想法喔 欸 加權不等於 加權不等於 Oversampling喔 好我跟你講啊 你們現在 聽這個東西喔 可能會聽的不會有什麼感覺 不過我相信有做過實驗就會非常有感覺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加權完全 加權的效果 我們以後做了就知道 爛跟屎一樣 對不對 不用Oversampling 你一定要用Oversampling 不用Oversampling 就一定會出事 這樣知道吧 好不好 原因 我們現在帶大家前面四課的理解 主要是帶大家理解理論的部分 大家知道啊 你的實驗結果 你應該是要能夠預測的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今天做了 我今天做了一個什麼操作 我應該能夠想出 我應該做之前 我就應該猜得出結果了 就算我猜不出結果 我看到結果 我應該想得出來 是為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可以齁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欸搞了半天 我們其實根本沒有來看程式嘛 好不好 總之 就是Oversampling Oversampling要怎麼做咧 來 我們在抽Sample的時候 在抽Sample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 直接抽 在總樣本裡面抽 現在變成Positive抽10個 Negative抽10個 然後再把兩個合併 它其實差別只有這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帶來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顯的啊 好大家看到了 如果 我現在有做Oversampling 它的Balance Accuracy是0.77 沒有做呢 沒有做 沒有做只剩下0.65喔 它們兩個差別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這個0.65 它是已經不太能再上升了欸 因為在這裡也是0.68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它其實基本上已經都背起來了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所以說 Oversampling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了解一下 你如果看Cross Table的話 你注意到了什麼事情 欸 Balance Accuracy確實是上升了 但是啊 它的Accuracy是不是有大幅度的下降 你有注意到什麼事情欸 欸 如果今天所有的Sample 通通都把它預測成 Negative 那我的準確度至少還有90% 對不對 欸 可是 你看我現在反而 我最多 那個時候最多判錯20個 因為只有20個Positive Sample 對不對 結果你看我現在 反而判錯了37個 好像變差了對不對 欸 不過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 欸 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看你真的需要什麼指標啊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 因為這就看你對於 假陽性跟假陰性的這個接受度有多少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不過 Balance Accuracy就是 就是 這個實驗就是很好告訴我們 如果你現在想要追求的是Balance Accuracy 你需要怎麼處理 Oversimpling 而比 這樣 weight好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如果你做有一些統計的這個概念的話 你會注意到啊 剛剛我們是用0.5當切點 但是其實不是最好的 這樣懂的意思嗎 最好你應該是畫一個ROC Curve 這個ROC Curve 畫完之後啊 去找 敏感度跟特異度最大的點在哪裡 最靠近左上角的直嗎 對不對 這個點的敏感度跟特異度的累加是不是最大 為什麼咧 因為 這個點是1-1嘛 對不對 1-1 它的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等 就這樣子斜線這樣畫下來 它每一條斜線都是等高線嗎 這一條斜線 這樣45度的角的線 它的敏感度跟特異度加起來的數值都一模一樣 所以越靠近最靠近最高的等高線的這個點 那它就是最好的點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個點有最高的敏感度跟特異度的核 如果我們使用這個點當切點的話 你會發現0.625會有最高的準確度 好 可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來 我們現在要先講好喔 如果你的Sample 你的Sample只有 Training Set跟Test Set 就是你最後用的 你可不可以用Test Set找切點 不可以 為什麼聊天為什麼不可以 你搖頭搖得好快 很肯定 然後這樣子我就打了 現在就超級 對啊 然後怎麼可以看答案欸 對不對 這就是看答案了嘛 對不對 大家知道一件事喔 你以後在做研究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件事 這件事非常重要喔 你Test Set一定要是非常乾淨的 因為你要知道 假設你把你的Model 拿到別的醫院去用的時候 你鐵定是要決定一個切點的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教那間醫院自己給一個切點的 先做個1000個Sample 自己給一個切點對不對 然後說我的好準 不可以這樣子啊 對不對 你要先告訴他的切點嘛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自己找出一個切點 如果你沒有辦法用Training Set找 為什麼不能用Training Set找 因為Training Set你畫ROC Curve 你會發現百分之百 因為考古題通都背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百分之百切點就沒有任何意義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必須要用一個獨立的小Sample 來找到切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Training Tuning Tuning 跟Test Set 其實你會發現他很長的時候都要用這三個Sample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部分深度學習的Paper 都會把Sample切成三個部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會覺得跟一般的醫學文獻很不一樣 醫學文獻 切兩個都是幾乎沒看過對不對 還切三個樣本不是越大越好嗎 對不對 可是沒有辦法深度學習就是有這個問題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資料擴增的手段非常多 最典型的資料擴增方法就是對 其實並不是 像我們現在只是加雜訊 然後Oversampling 對不對 其實最典型的資料擴增方法 其實是對 因為我們之後會大量進行圖像的這個任務 其實對圖像進行這個圖像增強 通常增強包括旋轉阿 這個翻轉阿 什麼之類的 大家應該可以接受這邊每一張圖 你隨便找個人看都可以知道是隻狗 對不對 可是電腦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完全會覺得這是不同的圖喔 這樣知道啦 甚至還可以調光影的這個 就是強弱對比值阿 什麼之類的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你就相當於產生出非常非常多的sample 而且是準的喔 因為你剛剛如果直接動歪 主要說把狗說成貓 你說這張是隻貓 這個有點怪怪的 人去標這樣還是會說是隻狗阿 所以效果不會好 這樣知道為什麼圖像增強效果會好嗎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 我們今天已經講了兩個部分阿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最數學的部分阿 數學系的我們看過這個部分 欸 大學的時候沒有上到 還沒有關係 這個是比較古老的一個技術阿 大家想一下喔 如果阿 我們在做統計分析的時候 在做統計分析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遇到了sample result 然後讓那個 需要估計的參數有點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阿 這個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做咧 來這個 我們來找個 看起來統計最好 這邊統計考最高分是誰 欸大家都指你耶 你是100分是不是 100分嗎 喔 99分 沒有100 不好意思 這樣就只有100分 105 但是只能夠被改成100 欸 欸 老師一定是沒有教啦 我知道他沒有上 但你有沒有看paper 然後不小心看到過 欸 我的樣本 我的變數很多樣本很少 他們都用什麼方法 你從來沒看過 大家都沒有看過 好 我跟大家講啦 沒有看過沒有關係 大家只要知道一個想法就好 就是 如果今天變數很多 假如說我今天一個linear regression 裡面 我要預測 一堆 假如說一堆這個 假如說一堆基因表現量 基因表現量有2萬個對不對 每個 每個sample的基因表現量有2萬個 每個人有2萬個基因嘛 每個人有2萬個基因嘛 2萬個基因 欸你眼睛都亮了 你是不是要做基因啊 你啊你啊 就是講你啊 你幹嘛搖頭搖得那麼厲害 對不對 那個 如果你現在有2萬個基因 然後你只有100個sample 然後你要估計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怎麼樣 我們會希望一個事情 就是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linear regression 裡面 大部分的 對那個 對大部分變相的參數都是0 最好都是0 因為這樣0有什麼好處 0等於我捨去的那個參數 對不對 主要說我現在手上有2萬個參數 然後我要預測一個 outcome 那我sample很少 我希望做一些參數縮減 我希望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參數 就是大部分的那個 主要說y等於beta0加beta1 x1加beta2 x2一直可以推下去 我希望大部分的beta是0 因為這樣等於我 做了一個篩選變數嘛 對不對 我怎麼樣讓大部分的beta是0 有個非常有趣的想法 這個想法叫正則化 正則化的意思是說 我在我的損失函數裡面 我的損失函數本來 就是主要說corcentral 比較corcentral 對不對 殘差乒乓合就殘差乒乓合 對不對 我在我的損失函數裡面 再加上你的損失 就是我希望啊 我的係數不要太多 我的係數不要太多 好這次 現性回歸的 這個損失函數是殘差乒乓合 對吧 上面可以接受 我希望我的係數不要太大 那我要怎麼樣 如果你今天係數啊 超過0 就是有一個數字的話 你的係數是1的話 損失就自動過1了 所以除非你這個係數啊 他的 他 預測就是他的那個參數是1 帶來的效果 比 就是因為他會增加一些loss 對不對 帶來的這個loss的提升 這個 帶來這個就是其他部分loss的下降 比他上升來的更多 他數字才會變大 他數字才會變大 否則如果他比不上 比不上這個 就是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參數 他帶來的好處 沒有這個 他自己的損失來的多 那這樣子他就不會再 他就不會變多了 這樣第二種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換個講法 就是 我用簡單一點的比喻好 用簡單一點 我現在啊 我現在在這樣的一個 惡度空間裡面 我想要畫 一條 我想要畫一條直線 結果我只有一個點 我這個點在這裡 請問我要畫哪一條直線 有哪一條直線可以畫 好 那直線很多了對不對 來 只要通過這個點都是嘛 可以接受嗎 只要通過這個點呢 我通過會畫出來 我只有一個點 我在平面中間要畫一條直線 去預測這個點 任意 這一條也可以 這一條也可以 對吧 可以接受嗎 穿過他都可以 聽得懂我講的話嗎 好那我現在 有什麼辦法 欸這兩條 都穿過他 哪一條比較好 哪一條比較好 我們就來看說 這一條的係數 這一條的係數 假設是 -1加 1 x5 這一條的係數 假設是 - 欸假設是 2-2x5 假設的 假設的好不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認為他這裡的係數 是-1 1 這裡的係數是-2 這裡的係數是-2 然後我定一個損失 這個損失是 β0 平方加β1 平方 根據這個定義 這個損失的定義 我認為 這裡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他係數比較小 同樣都是穿過這個點 他的係數比較小 所以我認為他比較好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邏輯嗎 可以理解我的邏輯齁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這個係數啊 他可以變成損失的一個部分 你懂我意思嗎 損失函數裡面 除了有 x跟y yhard跟y 我希望他越接近越好以外 我還可以額外給他一些東西 就是我希望 beta越小越好 參數越小越好 這樣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啊 我就在外面加了一個料 加上浪打 這個浪打有點像學習慾 也就是你要懲罰 要懲罰他多重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浪打 乘上 beta0的絕對值加beta1的絕對值 如果我這樣一寫 我們就知道 beta0跟beta1 要越小越好對吧 因為 他不但要小 還希望讓yhard是準的 這要求真是多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至於左邊跟右邊 怎麼權衡他的比例呢 用浪打來調整 浪打越大 代表你希望 所有的參數越接近0越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寧可預測的不準確 你也要讓他是0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浪打如果越小 浪打如果接近0的時候 那這個就相當於是 完全沒有懲罰項 對不對 浪打如果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數字 只要10的-4 相當於 那我對 係數的懲罰 沒有非常高 沒有懲罰非常多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還是有懲罰喔 好 那我們這裡有兩種正則化的方法 一種叫L1正則化 一種叫L2正則化 所謂的L1正則化就是用 絕對值 也就是他的損失函數裡面 加的是絕對值 L2正則化 用的是 乒乓 不管怎麼樣 都是希望 β0跟β1越小越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理解他的意思了嗎 好如果你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欸那我們加了損失函數 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是甚麼 數學系的來講一下 你看 我們亂加東西有沒有同解 欸有吧 我們數學系的剛開始就講了 一分嗎 和合同的嗎 欸這個也可以 對不對 欸可是有個代價 欸那 四值變複雜了 微分是不是要重解 對吧 所以是 很肯定的點點滑 四值看起來有點複雜 對不對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來我們對這個 彈數求為分 對這就是把兩個加在一起求為分嘛 對不對 你發現甚麼事 因為他是用加的對不對 所以兩項可拆開 可以接受嗎 這兩項可以拆開喔 左邊這一項原來的Loss 跟右邊這項我額外加進去的 這兩項可以直接拆開來為分喔 可以接受嗎 可以直接拆開來為分 那既然可以直接拆開來為分 那我就先為左邊 再加上為右邊的結果嘛 對不對 左邊的結果 是不是就是這一坨 可以接受嗎 右邊的結果咧 右邊其實蠻好為分的吧 就是 2一下 對不對 你要對β0為分 你就把2一下 對不對 要消掉 那不就是浪打β0嗎 那 對β1的求為分 也很簡單 那不是浪打β1嗎 可以接受嗎 數學系的我解的沒有錯喔 對不對 欸 那個 詐欺看得懂嗎 從上面到下面覺得可以接受嗎 真的可以嗎 真的可以 欸 真的可以你發現甚麼事情 你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減掉 你在算β0的T度下降法的時候 你每一次是不是就要減掉它的T度 可以接受吧 欸 你發現你本來就要減掉它的T度啦 你現在要多減一個東西 你每一次更新權重的時候 你都要額外再減掉浪打個β0 對吧 每一次更新權重的時候 你都要再減掉額外的浪打β1 那所以你發現浪打等於1的時候會把它控制 你每走一步 再走下一步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一步全部減掉 這樣懂的意思吧 欸 所以這個浪打非常神奇喔 如果你用的是L負正和化的話 由於T度下降法的公式 是減掉T度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就相當於 會他會額外減掉一下浪打加β 他的浪打 浪打乘以β 那那個浪打如果剛好等於1 就相當於你永遠都在0 往前去減 往前一坐 一移動 下一次你又要把它退回0了 重新開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很巧喔 非常巧合喔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 那這個數字如果設一個1% 是不是代表我每走一步 假如我往北走一公里 我下一個移動之前 我要先往回走1%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要先往南走10公尺 我再做下一個移動 這樣可以接受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本來 T度下降法 告訴我往這邊走 然後因為浪打等於1% 我浪打等於1% 所以在我走下一步之前 我本來要走下一步之前 它叫我往這邊走 對不對 我變成要先回頭1% 再往這裡走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在走下一步之前 我現在在這裡 它離0點就更遠了對不對 請你先回頭走10%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你在往我指定的方向走過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無論如何 它不管走到哪裡 它都會往0點 它都會往0點 每走一步 它就會往0點回頭百分之 那就是浪打這個比例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浪打 你發現一件事 它是不是很像的 你可以把它叫成衰減係數對不對 全重衰減係數 就是你每走一步 那個浪打如果 L2正則化這個浪打 你如果射多少 它每走一步 就是往0點回頭多少 回頭百分之幾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它除了可以叫做 L2正則化係數之外 它也可以叫全重衰減係數 這樣可以嗎 這樣聽得懂嗎 如果你以後看到這兩個名詞 千萬不要混淆 它們就是同一個東西 因為它數學上不完全一樣的 這樣懂嗎 可以接受喔 看看你覺得你可以跟得上嗎 有點迷惘了嗎 沒有關係啦 好啦 這個跟大家講個好消息啦 就是這一節課 是我們理論的最後一節課啦 好不好 下一節課 我們就會開始教這個 如何使用套件 不過如何使用套件也沒有很簡單 對 平常聽講 但是 但是 這個 我們下一節課的考驗是程式 對吧 你的邏輯要非常清楚 這樣子 這一節課還是會考驗的是這個 好 那現在你 知道L2正則化了之後 那我們把 L2正則化這個東西 把它擴展到 那個 多層感知機裡面 那 看式子會很複雜 但是你一定 現在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你實際實現它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管那些有的沒的 你就是每次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你就 往零點 成這樣一個浪板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不要跟我講那些有的沒的 那超簡單的對不對 是不是很容易實現 對吧 可以理解啦 如果你把L2正的話 把它完全響成權重鑽研技術 完全成這樣 對不對 那實現起來是不是超簡單的 我每一次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我都減掉 我都額外減掉自己除以 自己乘以1%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是不是非常簡單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 對 這個 我覺得這題大家是有機會做出來的 好不好 我們50分的時候做檢討 好 我們現在來這個 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答案要怎麼寫啦 這答案非常寫啊 就是我們增加一個額外的參數 叫WD 好我們直接把WD寫在這裡 那寫完之後啊 你會發現非常簡單喔 我們只要在這裡 也就是我們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就只有這裡啊 這個Loss 這個Loss要不要改它其實沒那麼重要啦 好不好 來之後在這裡啊 那 我們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除了減掉本來Lending rate乘上T度以外 再額外減掉WD 乘上自己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夠簡單了吧 我只有改這裡喔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喔 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FORWARD BACKWARD 好這裡 BACKWARD這裡 算T度的過程這些都這些都不重要喔 我再算 本來是這一行對不對 我本來只減掉LR乘上T度 這樣可以接受嗎 現在我在額外加上 在額外再減上WD 乘以自己 好同樣的 這是做ADEN的時候 SGD的時候完全一樣 本來是 自己乘上T度對吧 現在改成自己 再 再減掉WD乘上自己 就這個樣子而已 這樣就改完了喔 好這樣改完之後 我們來看看效果 好現在的WD 好現在的Oversampling 我們先給他True 這樣可以吧 我們先給他True 然後WD現在是0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效果 好9173對不對 看條Oversampling非常明顯對不對 我把這個WD 從0感0.1 0.1 0.1爆太大了 這每次 每進一步 就退十分之一 這實在太多了 好不好 我們改0.01好了 欸 這發生什麼事了 0.01也太大了 0.01也太大了 靠 這0.01才可以喔 欸 0.01都有非常明顯的 你看他幾乎都模糊到 不像話了對不對 他降了有點太多了 那我們再小一點 好 有比較好了 欸這個數字是不是 這數字是不是可以調 喔你是不是可以調到一個 調到一個這個 這兩個都很高的一個數字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不好 欸 你會發現這個WD 這個WD是 這個 WD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 效果 我們用 我們用範例的Sample好了 範例的Sample在這裡 好我們先改 沒有WD的狀況 沒有WD的狀況 他畫出這個 他畫出很有靈角的狀況 對不對 有了WD之後 喔這真的是 他真的是 不太能調的太多欸 好這個 反正就是 你就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 他 對程式的改動 幾乎是非常美 是非常非常小的 對不對我們只是在T2下降法的時候 額外減掉 WD成這樣自己而已 就這個樣子 所以數學推導雖然很複雜 但結果是很簡單的 好我們最後再來看一個 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的 最後一個小節 我們要教什麼 我們教一個 新的技術 好就是 今天 我們啊這個 這個就是 講了半天 我們講了什麼咧 Soft Max 這個東西早就有了對不對 這個東西 絕對 20世紀就已經有了東西 第二個講什麼 Oversampling 一定會有人覺得 這東西還需要教喔 對不對 當然是不需要啊 對不對 這個 沒有教也會自己想到 對不對 第三個正則化 怎麼今天老師在教一些 就是為什麼 解決過度擬合 今天老師在教一些 就是 古老技術 對不對 好我們來教一個新的玩意啊 好不好 這新的玩意 叫Dropout 這Dropout啊 這個現在聽名字 你們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啦 我們先看 是哪篇paper發明的好了 來這個 這個 來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來考一下大家 這個 來 財人漢 來 你覺得這個 人有沒有也很熟啊 你在哪裡看過他 前面你媽你 難不成在後面嗎 你講前面 你乾脆說在網路上有看過好了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哪裡有點熟 你覺得你在什麼時候看過他 沒有這個idea 欸你是不是偷偷在查 欸欸欸欸 不要用筆電查好不好 練喜餓 練喜餓的地方 練喜餓的 喔喔喔這一節課練喜餓就有 就有提到 對不對來 那這個 那個 黃先生 黃先生 來 等一下 哪裡出現過 沒有任何idea 我想說你會對人點自己也比較清楚 對 就是出現了 你乾脆說第一課還是第二課還是三課好了 對不對 總共就上了三課 第二課的時候就出現他啦 來以後你們會好好 我跟你們大家講喔 我會一直拿出來的paper 會把人點貼出來 那都是非常重要 還記不記得我上一節課的時候 那個 我講Aden Aden也是很厲害啊 對不對 引用次數也是幾萬 對吧 但他沒有人點 欸 這篇paper人點是 這篇paper引用次數多少 不然我們來查一下好了 現在 20 20 這個 21年嘛 對不對他是2012年發表 對不對 欸 這不可能那麼少啊 好 LXnet好了 欸 7萬 欸這就是我認識的他啦 7萬 有沒有 7萬是什麼概念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 對不對 這個 大概是Nature的100倍 對不對 應該超過100倍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這一篇paper 他 我們到底出現過幾次了 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是在第二課的時候 我們講 reliu的時候 reliu那個時候他解決了一定程度的T2消失問題 對不對 本來用sigmoid有夠容易消失的 對吧 接下來咧 接下來我們在 這個 剛剛又講到了 欸他做 data augmentation 對啊 前面這個蔡翰漢講的真的沒有錯啦 欸你看 又是他們臉對不對 data augmentation 來注意啊 這一篇paper 這篇paper 這篇paper是 2012年的競賽冠軍 這篇paper 他又 今天又要看他了 這同一節課裡面 我們要看他兩次 他提出了一個很深 這個東西真的是原創的 前面那些東西他都只是 整合之前的經驗把它拿掉 這東西就是原創的 drop out drop out drop out是一個 解決過度擬合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篇paper到底 這個drop out到底是什麼東西 drop out的想法是這樣子 大家先想一下他的idea其實非常好 他的idea是說啊 這個神經網路在 學習的時候 神經網路在學習的時候 這個有點像 是我們現在發一個考古題 給全班上課 全班一起做 大家思考一下 今天如果 你看我們剛剛問題的時候 就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 對不對 就是數學系也會 所以說大家都在看數學系的表現 對不對 冠儒如果講說 冠儒如果看很久之後覺得 一樣 大家就會說一樣 對不對 冠儒如果說不一樣 大家就會說不一樣 其實冠儒已經學得非常好 對不對 但是其他人 其他人為什麼 為什麼都在看他 沒有經過 我也有training 對不對 冠儒在這間教室 會影響大家的training 大概是這個想法 欸這個想法非常正常 對不對 好那 所以解決的辦法是什麼 解決的辦法是 我每次發考卷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誰比較厲害 我就隨機的把一半的人 抽離這個教室 所以你們 請問你們不能夠說想要靠誰 對不對 你們想要靠誰 欸那一次抽一半喔 抽一半也蠻多的喔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就不可能每次都考人考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怎麼樣抽啊 怎麼樣抽一半 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來 我們本來的input是5個 然後到下一層是5個 這樣子 5乘5 是不是25個參數 要估計 這樣可以理解吧 5乘525個參數 要估計嗎 我隨機的丟掉一半的神經元 隨機的丟掉一半 代表下面5 我要隨機抽2到3 對吧 只留下2到3個人 那上面也是隨機只留下2到3 所以這樣我的連接線剩下多少啊 剩下2乘6 所以我一次會丟掉4分之3的參數對不對 所以換個講法來說什麼 我每一次更新權重的時候 我只更新其中的 如果我連續兩層的Drop out rate 丟掉丟系率 都只有 都只有 這個 就是2分之1的話 那 這樣子的話 我每一次相當於 只更新4分之1的參數 我只用這個網路 4分之1的參數 就估計 最後的答案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來 右邊的圖跟左邊的圖 我怎麼實現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不好 右邊的圖跟左邊的圖 這樣可以接受吧 4分 要我用 我任選4分之1的參數 就可以預測 這樣我整體來講 一定 是比較強壯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要怎麼實現它 實現它的方法 也是非常簡單啊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個深度學習的領域 這個 雖然說你們看到一堆數學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最後啊 這個我們上 就是 如果你真的去看深度學習的paper 而且是演算法的paper 你會發現那個數學 遠遠比我今天上課 講的難上 不知道多少倍 這樣 可是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東西都這麼 為什麼我現在上課都這麼簡單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 如果一個東西齁 如果一個東西 如果又簡單又有效 它就會留下來 如果複雜但有效 就只有少數人會用嘛 對不對 所以厲害的paper 都是又簡單又有效 之後我們發現好幾篇paper 都是這個樣的 又簡單又有效 這樣東西 其實你仔細想想 欸這簡不簡單 其實也蠻簡單的 對不對 它改的東西很少 但它很有效 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Drop out到底是什麼咧 來 其實它就是額外增加一個 Drop out layer Drop out layer是什麼咧 就是 我的 我丟到下一個 神經元 我本來是 reliu把某些東西變0 對不對 reliu是 把小於0的部分 變0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現在變成 隨機抽50%的變0 隨機抽50%的變0 隨機抽50%變0 隨機抽50%變0 剩下的數字 可以得到 這樣我是不是丟失了一半的數字 那我就要乘上兩倍 剩下數字要乘上兩倍 那所以說 我的dp dp是一個參數 這個代表它 有多少比例 被sample成0 被抽成0 這樣東西是吧 如果它是0.8的話 就是80%要抽成0 剩下數字要乘以5倍 也就是除以e減掉dp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drop out 它就可以被設計成是一個函數 一個簡單的函數 長成 現在你看到這個樣子 drop out x x經過drop out之後 一個矩陣 x 就是一個隱藏層 x 進入 x drop out這個函數之後 就會有 dp這個比例 就一定比例的數字變0 然後剩下的 去除以e減dp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 那它的導盤數怎麼樣 它的導盤數長什麼樣子 導盤數非常簡單 這不是跟那個 那個reliu一樣嗎 對不對 0的部分 當然導盤數就是0 對不對 那 那 那個 1-dp分之x的部分 那就是1-dp分之1 嘛 所以你看它的導盤數也很簡單喔 對吧 我們已經說了喔 我們如果想要為我們的神經網路 添磚加網 就加一些 函數 我們只要這個函數 滿足可為分的條件 就可以加 超簡單的對不對 所以啊 drop out有沒有很簡單 我只要定義好 它的 它的這個 樣子 跟它的導盤數 它就可以實現了 實現起來超簡單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 要怎麼樣 將 我們這個我們就自己來做 我自己做好不好 總之就是 我的layer 變成原本 x經過 l function 變成l1之後 在去做reliu之前 我先經過dp drop out 先捨去一部分的值 然後再經過reliu 好 再l2 再drop out 然後再使個more出去 這樣等我的時候 那我在解 微分剛稱的時候 我要怎麼解 各層的t度勒 欸 也不會很難解 我解到w的時候 我解o的時候 我就會往下解嘛 o接著我就解dp2 對不對 dp2 我就直接 乘上 對於 有被抽中的數字 對於有被抽中的數字 對於有被抽中的數字 我就給他除以 除以 除以1-dp嘛 對不對 那就是他的t度 對於沒有被抽中的數字 欸對於有被抽中的數字 就是0 說錯了 對於沒有被抽中的數字 他的t度就是 1除以 1-dp 這樣懂的意思吧 真的非常簡單嗎 好 那這樣所以說 這個東西 dp 我們來看一下 他要怎麼實現 好不好 來 他的實現方法在這裡 注意 在這裡增加一個dropout function 首先這邊先多一個dp等於0.5 好然後接著 在這裡增加一個dropout function 好這樣是不是加了一個dropout function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加完這個dropout function之後啊 我們再加一個dropout function的導函數 gradient dp 跟gradient l 欸 gradient l 因為他要接dp下去 所以他也要改 這樣子啊 好這個都加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欸 剩下就只要 我們 除了要有 current l 跟current h 以外 我們還要加上current dp 好然後 在這裡 本來只有h 本來h是直接過這個 本來的這個 h他直接過redu 然後對l過redu 現在變成 先 l先丟給dp 然後redu是丟dp 這樣可以吧 這樣才變h 好接下來下面這裡也是一樣 l丟給dp dp再丟給o 好這樣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然後在這裡 好這裡我直接用複製了 好不好 我用這個拉起來的 就代表他是唯一新增的部分 這樣更多用意思吧 跟之前比起來 唯一新增的部分 好你會發現下面是不用動的哦 A等sgd 這些東西都不用動哦 好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我們現在要多了一個參數 就是 我們現在wd給他設0好了 然後dp 等於0 好一樣先看baselight 看一下performance怎麼樣 好有點有靈有角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把dp變0.5 欸是不是非常明顯 他變得比較圓滑對不對 而且準確度也提升了對不對 testing的balance accuracy也上升了對吧 好所以說 這個dp是不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一個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這是 這是我們實驗的結果 他單純使用dropout 他畫出來的感覺會這樣子 同時使用 欸同時使用的準確度啊 不見得會提升啊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又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 好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這一節課 每一個部分 都非常的簡單 我們 原來的函數 是沒有這一行的 我們今天教了什麼 欸 先加雜訊 對不對 再oversimpling 對吧 然後再 wd 這個是全中摔檢 對吧 再加上dp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就是 非常的簡單 那每一個部分他都只有改一點點對不對 要嘛就像dp就是改預測函數 預測函數改一點點 加上一個 等於說加上一個函數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嗎 wd是在 減梯度的時候 多減一個東西 對吧 也非常簡單 oversimpling呢 這個 拉樣本上來的時候做一些微調 對不對 欸 augmentation呢 欸那個 樣本在 抽之前先做一些雜訊干擾 對吧 可以就是說 欸你發現 每一個都有提升效果的能力啊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這個 我們的這個過度擬核的這個解決方案 其實 真的是蠻多的 那大致上 大家主要的這些 就是 主要一定要學會的 就是這幾個 這樣知道嗎 好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學到了什麼東西咧 來 我們學到的東西是 以後如果你想要做個神經網路 我們現在要盡可能增加它 Prediction Function的複雜度 我們要 那我們要怎麼限制它過度擬核 我們不要限制 預測函數的複雜度 請你用 解決過度擬核的方法來解決它 要嘛就是增加WD 而WD在訓練的時候 給它一些額外的這個 約束 這樣對吧 或者是 給它的資料一些雜訊 或者是在需要的時候做oversimpling 或者是加上dropout 這樣知道吧 我跟你們講 你們到時候 在paper裡面 你們再回頭看啊 那個曾經有人一年級的時候 有報那個 深度學習的paper 對不對 你們現在再回頭看看啊 我現在講了那麼多東西啊 你會不會發現 欸 當初 這些東西啊 這個 那些paper搞不好都有寫 他很容易寫說 我先 我用了 這個 這個 WD 所以 weight decay的這個參數是多少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或者他寫正則化係數是多少 或者他寫 他用了dropout 幾率多少 這些可能他都會有寫喔 對不對 或者有做oversimpling 所以幾乎所有的醫學 深度學習的paper都有做oversimpling 所以說啊 這個我們今天啊 上課大概就告一段落 大概就到這裡為止 那 你會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我們先 我們今天啊 我們先跟大家講理論的課程 到今天這裡告一段落 但是到第七課的時候 我們會重拾理論的課程 就是第七 因為我們還沒有解決T度消失 對不對 我們再回顧一下三大問題 T度消失 過度擬核 跟 初始化 T度消失第七課解決 初始化 第八課解決 今天解決了過度擬核了嘛 對不對 你說我們解決 欸 好像也沒有完全解決 好 我們大家想一下 呃 我們 現在就做個名義調查 三大問題 T度消失 過度擬核 跟這個隨機初始化 你覺得哪一個是 最難解決的 好 我們來 都要舉手喔好不好 來 覺得這個 T度消失最難解決的舉手 覺得過度擬核最難解決的舉手 覺得初始化最難解決的舉手 就是如果你初 乍看之下 你會覺得 初始化是最不重要的一個問題 你們沒有說這些 你們答案都沒有說一定對或不對 好不好 就是我覺得 因為不同的時代 對這三個問題有不同的解決 大家在最開始 投入深度學習研究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這個初始化就隨機嘛 這還有什麼好說的 對不對 除了隨機我還能怎麼樣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大家不重視這個 隨機初始化問題 那接下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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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過度擬核問題咧 欸 統計已經幫我們發展好多方法 你看我們今天教了好多都是統計的方法 對不對 Dropout出來之前就有正則化啦 對不對 也有加雜訊啊 加雜訊這需要人要想到嗎 就好像我剛剛跟你們講的嘛 Oversampling我不教你們會自己想到 對不對 所以說 最開始的時候大家覺得 這個過度擬核問題應該是最簡單的 也好多工具可以解決 然後 然後 全動初始化問題不重要 T度消失問題超難 根本解決不了 對不對 你們這樣 基本上你們 上第二課的時候會覺得 東西根本不可能解決 對不對 陷入了一個困境啊 對不對 我又不可能不用飛行軟換 對不對 啊我用飛行軟換就會T度消失 這哪有什麼solution啊 對不對 這所以說 正常來講是這樣子 那後來隨著研究研究啊 對不對 大家發現 欸 這個初始化其實是蠻重要的 沒有大家想那麼不重要 就是 到時候我們會跟你們講一些初始化 有什麼方法可以再初始化 那除了隨機還有什麼好的方法 初始化 對不對 這個我們會再想 再來學習一下 然後大家發現 欸這個問題其實也蠻深的 所以也蠻深的 但是 排序並沒有變啊 過度擬核還是最爛 所以大家最 大家覺得最簡單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隨機 初始化問題大家覺得重要 但是研究 但是至少有研究的方向 所以 舉例來說大家可能會先 先training一個 先pre 先在 A dataset上面 pretrain一組參數 然後把這組參數 apply到B dataset裡面 那這樣至少 這個 隨機初始 就是 因為這樣我的那個 這個訓練 在我的神經保護 在最開始的時候 不是全隨機的嘛 對不對 可以有一些參數 可以預設 他這個debuck的時候會講 可是 T度消失真的是很難 對不對 後來2016年的時候 有時候 第七課我們會講 T度消失就是 瞬間就被解決了 他這種本來是最難的一個 變成 現在是一點都不重要 現在真的是一點都不重要 就瞬間就解決了 這樣子 那瞬間就解決了 所以會有大爆發嘛 對不對 瞬間解決之後 大家就發現 欸那其實 那個解決了以後 那初始化問題 好像也沒有那麼難 因為你本來 現在可以做的任務很少 對不對 你本來想說先讓 電腦先學會下圍棋 再來這個 再來做什麼事 你反正圍棋根本就下不了啊 對不對 現在圍棋也可以下啊 對不對 什麼都可以做了對不對 所以 這個初始化問題 現在大家反而覺得 這個過渡擬核問題是最難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你們剛剛的答案都可以啦 好我想跟你們講這些東西 只是說 我們啊其實理論的東西 大家都要知道啊 他的眼鏡啊 有帶你們了解一些關鍵文獻 大家知道他的眼鏡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啊 在不同年紀的人啊 他講什麼真的最難啊 大家聽聽 大家知道一下 他大概拿的局到什麼程度啊 對不對 然後什麼時候的paper 只要你不能說 看到一篇2014年的paper 說T度消失 是這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 你就覺得 這個 他就是他了對不對 因為他真的說是2014的嘛 對不對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大家看paper的時候要有這種感覺啦 就是 你根據你讀的書 你要知道每一篇paper 他在不同時代講話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啊 好 我們下一節課開始啊 我們會教大家 如何用框架來開發 為什麼可以用框架來開發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的 到第四節課上完為止 我們發現我們的神經網路要開發 其實非常有規律 只要一個函數 他可以有 我定義的他可以為分 我們也把他的導函數定義好 他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神經網路裡面 對吧 所以說我們的神經網路完全可以 預先給你100組 我已經定義好為分的函數 然後你把它組合起來 隨便你怎麼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喔 所以有一些函數 大家 以前我剛開始在 就是我以前剛開始在學這個的時候 我在很菜的時候啊 我一直有個想法 那個時候我想說喔 就是 我想要把什麼 就是 假如說發生if else這些邏輯 假如說有一些 有個東西叫決策術 我不知道你們已經知道了 決策術 就是這個 假如說 我都很想把這個決策術的邏輯 放進neural network裡面 我就想說一定可以 那個時候我找套件找半天 怎麼都不行 後來我 比較了解這個領域之後 我就發現 那當然是不行 因為他不可為 對不對 所以他不可為 我怎麼找到那個切點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你會發現這個 你了解這些原理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做得到 哪些事情做不到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下個禮拜開始會教大家平台開發 那個下個禮拜 在上課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那個大家下個禮拜開始 一定只能用server 你用自己的筆電絕對會爆 跟你保證 這個絕對 你就看到同學 兩秒鐘跑出來的東西 你要跑兩個小時 這樣子 絕對會有這個狀況 第二個是 所以你們要確定你們帳號是可以登錄的喔 好不好 然後要習慣在server上面開發 第二個 這個需要大家一定要確認的是 這個 有些人齁 那他自己喜歡在server上要亂裝東西 請你們Library一個套件 叫MXnet 你們應該都可以Library啦 Library不了了 上課前提前找印竹解決好不好 印竹你應該會解決吧 反正就是把他們那些亂怪的東西閃一閃嘛 對不對 他們權限很有限啊 能做的事情很少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這樣可以吧 LibraryMXnet 如果可以的話 先確保下一節課所有的程式比法 都複製貼上是可以walk 這樣好不好 就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